我記得有一次 我就是抱著孩子出去的 然後在某一個那種 大鏡子的reflection 我看到自己 這是誰 我真的被自己嚇到了 林智英任場後身材奏鐘 被問二胎進度 四個字回應了 你這麼近距離都看到我 心臟的鼓掌 嚇不嚇拉屁啦 我從來沒有這樣的身高 看過他 林智英先生一美器材代言 半年多沒出席活動的他 這陣子很享受家庭生活 透露幸福肥不少 以前我還沒有這樣子的一個體悟 然後應該是當了媽媽以後 你就開始越來越自在 越來越放縱 然後到了那個程度 我好像就自己還會說 沒關係這就是幸福肥 我記得有一次 我是抱著孩子出去的 然後在某一個那種 大鏡子的reflection 我看到自己 天啊 這是誰 我真的被自己嚇到了 她真的沒辦法出來 因為真的 嗯 哈哈 然後妳的照鏡子 看到自己很誇張的狀態 大概是什麼樣的尺寸啊 我覺得每個媽媽應該都會是這樣 就是當你帶孩子的時候 你就會這樣子抱著 然後肚子就會往前凸 然後帶孩子的時候 又會這樣一直彎腰 慢慢的就好像會那個駝背 然後肚子吐出來 以前穿的衣服都是非常寬鬆的 你就會是 你帶孩子嘛 就是運動運 最近開始穿比較緊身的衣服 有一天她就看著我說 好像瘦了 好像瘦了 我就非常開心說 沒錯 她今天這套服裝 可是有由來的啊 妳知道這套是什麼服裝嗎 結婚的時候穿的 結婚的時候 after party穿的 我會和家人一起過 包括就是在台灣 台北的家人 還有我婆婆也過來了 我很愛我的婆婆 我也會和婆婆一起過 非常感謝她 跟婆婆的相處 有什麼樣的問題 因為東西問題是社會的常態 這裡是誰誰家問的 這是家問的 沒有我 我其實從 嫁過去之後 然後包括生孩子 這一切 現在帶孩子等等 我很感謝我婆婆給我所有所有的支援 我真的很愛她 所以我不太會回答這個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婆媳問題 我覺得 用心以待 一定要把婆婆看作是自己的媽媽 這樣關係就會好起來 就會好起來 而且寶貝 寶貝 兒子 現在沒爸爸還是媽媽 他不會說話 寶貝 說什麼 說話 很會說話了 而且我們家寶貝 他好像從嬰兒期 直接跳過到兒童期 就是 其實他真的很高 就是 真的才1歲多 然後帶出去 大家都說是4歲的孩子 那 好像比較黏我 可是現在很喜歡跟爸爸玩遊戲 就是這樣 請問會有第2胎的情況嗎 我辦不到 我辦不到 對不起 我真的辦不到 嗯 對 我覺得 呃 上帝給了我們 最好的禮物 呃 感恩 再感恩 我會用我的醫生來灌溉 我的家庭 還有給孩子最多的愛 那我們應該 有一個小輩子 我們就很滿足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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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